全球高温讓世界各地的災情不斷 光是四川的溫度就超過了40度 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其實從8月開始就已經進入了乾旱緊急狀態 為了要解決乾旱還有降雨的難題 8月25號的時候 成功降下了人降雨 氣溫也大降9度 幫這次的旱災喘了口氣 四川的電力公司就在8月28號的時候表示 缺電危機得到了緩解 大部分的用電也已經恢復正常 不過旱災的時候下雨 可能又會是另一個災害的開始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導 連續乾旱會導致土壤硬化結塊 會影響到雨水下滲 更容易會發生洪水 樂山大佛從泡腳變曬腳 有網友放了一張四川古蹟 樂山大佛的驚喜對比照 發現兩年前的大佛 腳是泡在水裡的 可是現在卻因為降低了超過10米 看起來就像是大佛在曬腳一樣 路透社還有蓬勃都指出了 這些災害的影響層面 擴及到了畜牧業、農業、工廠、商場都快要撐不下去了 首當其衝的水力發電也出現了負擔 又加上天氣實在太熱了 大家都想開冷氣嘛 所以增加了更大的供電壓力 在缺水又缺電的雙重壓力之下 四川就宣布了全部工業、企業從8月15號開始放6天的高溫價 重慶也從8月17號開始限電停工8天 電動車減碳排卻成為異常氣候的受害者嗎? 不少人開始注意到電動車減低碳排放的優點 不過卻成為這一次四川旱災的受害者之一 根據中央社報導 民生方面影響到了電動車 為了充電 民眾需要通宵排隊 最長可能還要花上一整晚 根據第一財經的報導 光是成都在上半年登記的新能源車就多達31.1萬台 其中光是網路轎車服務的業者就佔了8萬台 甚至有位司機表示 自己為了幫車子充電 已經兩天沒有回家了 過著白天開車 晚上熬夜排隊充電的日子 不只是公共的充電站 私人使用的充電 也受到了限電的影響 不過報導當中提到了 許多車主認為像這樣極端高溫是極小機率的事情 因此認為並不悲觀 你也有經歷過限水限電的日子嗎 你當時又是怎麼度過的呢 歡迎到躲用心FB來分享 新聞影關閉提供您觀點思考